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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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大家好,我是Yu Yan,今天的视频是我的日常化妆用中文说的。 其实我中文不是很好,我四岁来到美国,所以好多中文我都忘了。 我只会说我写跟看我知道很少,所以我想练练我的中文。 有几个subscribers说想听我用中文做一个化妆的视频。 所以今天的视频是我每天化的妆,很自然,然后很简单。 我希望你们喜欢这个视频,那我们就开始吧。 第一个我是用Glossier Priming Moisturizer,我很喜欢这个。 我已经放完我的regular moisturizer,给我的防抬霜。 可是现在冬天很干,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因为我发现很补水。 下一个我是用Glossy Bubble Wrap,这个是像一个眼霜。 我发现用完这个就觉得眼睛底下看的没那么累。 下一步是粉底。 其实我不喜欢每天用粉底,我就觉得很厚。 可是这个Mag Studio Fix Soft Matte Foundation Stick,看的很自然。 要不用这个我就用一点concealer。 所以这个是一个stick,所以我其实可以就这样子放在脸上。 很容易用。 有时候我会用我的手拍进去,可是我今天用一个beauty blender。 然后我就慢慢的把这个粉底拍进去。 你能看见它真的不是很多coverage,可是它看的真的特别自然。 下一个我是用这个concealer。concealer中文怎么说? 遮瑕膏。 我用这个遮瑕膏,这是Glossier Stretch Concealer G10。 我就用手指,然后我就慢慢的放在眼睛底下。 我还会放就是有红的地方。 所以这里有一点。 就用手指慢慢的拍进去。 鼻子旁边也有点红。 然后就差不多这样子。 下一步是眉毛。 眉毛我喜欢用这三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眉笔。 这个是precisely my brow pencil benefit 的。 这个颜色也特别好,特别适合我。 这是3.5。 所以我就跟着我自己眉毛的shape画出来。 差不多是这样子。 然后我前面我喜欢用一个powder。 这个是anastasia brow powder medium brown。 我用浅的颜色。 我把前面涂进去。 这样我就觉得看的比较自然。 我一直说看的自然。 可是我每天的妆我就喜欢看的比较自然。 然后妆看的没有那么厚。 然后我再看一看看。 用不用再修一修。 那眉毛还是比较满意的。 所以下一步就是腮红。 腮红每天我特别喜欢用这个。 这是glossier cloud paint。 这个颜色真的很好看。 然后我就拿我的手指。 然后笑一下。 所以你能看见放什么地方。 所以我放在这儿。 你看很自然。 然后就有点像你自己在blush。 下一步我喜欢用一点光亮highlighter。 这是glossier haloscope。 你看我用好多glossier的东西。 我其实特别喜欢他们的妆。 这个呢我就直接放在脸上。 然后慢慢的拍进去。 这个有一种glow from within的感觉。 所以我是每天特爱用这个。 所以因为我自己有lash extension。 我平常就不会用睫毛液。 所以当然要你没有lash extension。 你可以放一点睫毛液。 好下一步是口红。 这个也是glossier的。 这个是generation G。 颜色是cake。 我超级喜欢这个颜色。 它是有点橘黄红。 可是看的真的很好看。 很适合我的脸色。 好最后一步我是用glossier soothing face mask。 因为我脸真的很干。 那好这就是我每天日常化妆。 差不多10分钟就化完了。 所以我特别喜欢用这个妆。 谢谢大家看这个视频。 那下次再见吧。 。